祖師廟 千守人祖師廟 就說 就說這裡有一個團奇故事 裡面有一個烙匹塞 它可以遇世 遇世天災 讓人去避霍 洛鼻師 烙匹塞 不但鼻子會掉下來 烙匹塞所在的祖師廟 更隱藏著170年前 泉州人族群之間 爆發的頂下交拼 造成重大死傷的歷史 祖師廟更夾長的蒙甲人 和大道成人之間的愛恨情仇 臺北市萬華康定路上的 清水岩祖師廟 它看似靜密 但其實它很委屈 它被兩方的民宅包夾 只留下中間這一台狹窄的通道 歷史上 它的確也夾在泉州人 和同安人之間 成為兩大族群鬥爭的夾心餅乾 這個市定古蹟很老 始建於1787年 也就是清秦隆52年 移居蒙甲的安西人 從故鄉清水岩 分離清水祖師的香火到蒙甲 寺廟裡的古文物相當豐富 進門左右兩側的牆上 有紅磚雕畫的南極仙翁 以及這個麻菇獻獸 這兩幅紅磚畫 都是清嘉慶22年 1817年的浮雕 它們是台灣目前現存 最早的磚雕作品 在三川殿 還可以看到嘉慶年間的門簾 大門口有一對同志年間的豹古石 這都見證了蒙甲清水岩祖師廟 真的是歷史悠久 把咸豐同志年間的建築藝術 保存至今 真的是很難得啊 不過清水岩裡最有故事性的 是三尊祖師爺神像當中 中間的這一尊 據說信徒們 有信徒們相信啦 信徒們相信 信徒們相信 他能夠預報地震 背後的清水祖師爺 據說 據說啊 據說明義傳奇 他能夠預測地震 能夠預測地震 還有天災地變 正中間的落鼻屍 烙皮塞 他有一個三角鼻 鼻子周圍 還有環狀的傷痕 這很明顯的 是用香灰黏回去的痕跡 據說 是據說啊 據說在清朝年間 有一次大地震發生前 在外面出巡的祖師爺 他的鼻子突然自動脫落 這吸引了好奇的村民們 離家出來觀賞 後來發生地震了 村民們因為不在家 所以幸運地躲過了 烏倒人傷亡的災難 就因為這個民間傳說 讓洛鼻屍 烙皮塞 受到了信徒的崇拜 不過全台灣很多地方 都有拜祖師爺 但只有只有蒙甲的 洛鼻屍 他的鼻子會掉下來 那不就成了氣象局的 地震運報中心了嗎 所以聽聽就好 民間信仰 咱們心塵則靈 這尊洛鼻屍 他不但臉色發黑 頭也顯得特別大 大的不成比例 真的是很特別啊 鎮店裡這一幅 公姿整紀的牌匾 他很明確的 是清朝光緒皇帝所頒賜的 皇帝賜品額 是為了要感謝祖師爺 感謝他在1884年中法戰爭的時候 被信徒們從蒙甲請到了淡水 在淡水沙龍海灘顯靈助威 保佑了清軍擊退法國海軍 這也成就了清末對外戰役中 唯一的一場勝利 又會預報地震 又能夠庇佑清軍打敗法軍 人紅是非多 神紅 神仙紅了 俗世也多 蒙甲的洛比斯很忙的 他每個月都要在蒙甲和淡水之間搬家 在兩個祖師廟之間輪流住駕 因為這兩座的祖師廟 都說洛比斯是他們家的 神明的事鬧上了法院 法官則裁定每個月都要輪流住駕 農曆的丹月在蒙甲 雙月就在淡水 所以想要參拜每個月搬家的洛比斯 最好時間要算好 免得白跑一趟 走過正殿來到後殿 後殿只剩下坍塌殘破的石柱 這場火災發生在1940年 當時是日本統治時代 但是大火發生至今已經幾十年了 廟方卻礙於經費不足 倒塌就讓它倒塌 一直沒有重建 這些龍柱和住處 他們都有超過至少150年的歷史 但是現在整個像廢棄一樣 被堆置在這裡 燒不掉的龍柱和住處 就這麼露天地擺在地上供人平掉 其實1940年的大火 是蒙甲清水岩第二次被燒 它第一次被燒要追溯到1853年 清前鋒三年 那一次更是燒得更徹底 而且是被同樣來自泉州的三億人燒的 那是1853年蒙甲發生的頂下交拼 清水岩主師第一次被燒 就得回溯到頂下交拼的歷史了 頂下交拼還跟台北的三大廟 有很密切的關係 從這一張舊地圖就可以看到 淡水河 在淡水河邊的龍三寺 住的是最早移民的蒙甲三億人 他們成立的商會叫做頂交 下交 離淡水河最遠住的是同安人 也就是現在老宗國小附近 他們拜峽海城隍廟 成立的商會叫做下交 也有人說是廈門的下 下交主要和廈門通商做生意 中間則是住著安息人 就在現在清水岩主師廟的附近 衝突的爆發點是1853年那個年代 靠近淡水河的頂交三億人 控制了淡水河碼頭 頂交不斷地跟下交抽稅 人性是自私的千古不變 尤其是早期的商人 為了利益 就算都出身泉州 商人也用先來後到劃清界限 區分彼此 因為利益糾葛 三億人就跟同安人槓上了 糾紛不斷 人多勢眾的三億人決定先下手為牆 他們打算繞過當年寧寧不堪的水仙宮 避開中間蓮花池的沼澤地 他們要操捷徑 用突擊的方式攻擊同安人 於是 於是三億人向立場比較中立的安息人 威脅利誘 1853年 三億人燒掉了同安人 由同安人在1787年就蓋好的祖師廟 在這祖師廟的殘跡 用奇襲的戰術打敗了下交的同安人 祖師廟也就這樣子意外地成為族群洩鬥的主戰場 祖師廟被徹底燒毀之後 泉州三億人原先要承諾重建 但卻一直拖 拖拖拖拖了14年 才在1867年 由同樣同安人來自己籌錢 修成了今天這樣的祖師廟 一晃眼 祖師廟已經超過了150年 至於被三億人打敗的同安人 他們背著俠海城隍 很熟悉哦 俠海城隍 背著俠海城隍逃到大稻城 他們重建了俠海城隍廟 沒想到滄海桑田幾年過後的1860年 淡水河淤積大型商船開不進了三億人的蒙甲 只能夠開到下游的大稻城 因錯陽差啊 就這樣頂下交拼落敗的同安人 反而在大稻城賣茶葉賣布 後來居上 至於一直被當作老二對待的同安人 則繼續守在無法擴張的祖師廟 埋頭在蒙甲討生活 以上就是豐哥知道的蒙甲七水岩祖師廟的故事 建議您可以找時間去祖師廟逛逛 實際瞧瞧很有故事性的落鼻屍落筆塞 這期的豐言豐語 蒙甲三大廟先到這裡 想知道更多萬華的故事 請繼續關注豐哥的豐言豐語 請您按讚訂閱留言 並且多多分享 謝謝您 我們下回見 咖啡 田牧 我 哨 哨 呆